Hit野 我们一开播想也不用想 应该没记错 我是昨天派货 第一时间我先拿 为什么要立即开开 在网上看到有些师兄开了 好坏参叛 有说没前戒蓝和迪嘉般 Gone 我未收在手上 他没有松极 也是衣服 外观 没有反�口 所以立即拿上手 会对不起 衣服有问题是什么问题 全开白 Hoje 咸咸咸咸焙 services 一样 alphamax是第三彈 平成三指第三 等下纪好 很简单 麻烦 一贯alphamax的处理方法是有两层 第一层就是主体和造型手 刚好一打 多都没 一打 初初想有点时间在做设程 抱歉 今天太多事 所以趕快拿出來 放心 我是沒有電 所以就要亮燈 都順利說一說 它本身沒有電池 是 持控燈 As usual 上次有看到 Walker自肥那段 斷電 Sky Type在你那邊開 一向都會用了這類型來做電的開關 另外配件方面 六對造型手 計算是原本的一對 六對 六對 這裡有五對 另外一部件在主體上 給大家看看臉上 看看造型 我換回正常拳頭 給大家看一看 在外觀上 有甚麼 留言 大家可以 我平時沒有留意 Ultraman系列的玩具 近來就知道 平成年代的 Ultraman 傑雅是否 比較瘦削 不是 他更大 對 重要的 比較瘦削 是嗎 大隻 你大隻意思是他設定的新高 他本身設定是大隻的 甚至乎皮套演員 比迪加和蒂娜大隻的 以及本身做高山昂夢的演員 都是大隻的 relatively 都可以的 身形也很高 後期他不是有一個 終極形態嗎 不是 原本我都以為是 後來他之後有一個 舞台劇版又多了一個新的形態 是最近的 所以你不知道他隔了10年或20年後 會否有一個終極形態 所以現在閒板超雲 你無法猜到他所謂的 終極形態 我只是看過片段 不知道是否有一個錯覺 我覺得他換了 第二個形態之後 即是他肩膀是黑色的形態 好像連皮套演員都變大隻了 都不奇怪 因為他本身是 他一個 叫做強化形態 如果說回 是否大隻或強化 其實當年 有一個 叫做當年的特攝片 有一個突破的 就是他是第一個 鹹蛋超人 在天洞落地下 是地上有些石彈上來 打開的 他是第一個 之前那些下來就是下來的 好像沒什麼質感 你話說是幾百噸 我看到那個鏡頭很誇張 幾百噸的東西 下來踩到地面 你沒理由這麼平靜 有很多泥沙 用了第一個爆的泥沙 之後 全部都有 剛才中哥也解釋得很詳細 本身 佳雅作為大地之母的形態出現 這次推出 就推出 V2形態 算是中段的變身 當然 在電視版上 他的終極形態 是SV 而 到近上年 十幾年後 在舞台劇版 有一個最新的終極形態 是SSV 所以 接下來 會不會有更多的變化 我不知道 但我是期待的 剛才轉了一個圈 水爺 水爺 都已經 叫做一個close up 給大家看 或者都想再由 近一點點 拉到前一前 由頭 掃到下腳 我見網上有些朋友說 他高低薄 我這隻似乎 不見有這個問題 至於外觀 我又真是沒有什麼可以挑剔 高低薄 其實他的肩膀 應該 我可以調教到 是啊 現在沒有另外 蒂娜和加硬 數體是否一樣 如果說數體都可以說一說 本身其實就著 Alphamax推出的時候 第一代數體就是Tiger 其實當蒂娜推出的時候 已經改良了數體 其實往後推出的產品 都會用蒂娜的數體來做標準 所以這個V2 都會用蒂娜的body 所以真的要講玩了 整件事其實我初步都想過 可動性 要想辦法改善的地方 是只有頸 為甚麼呢 和那件衣服的質地有關 絕對有 這就是打側最大的 幅度 因為本身 給你後面看你就知道 我不可以說 在製作方面有問題 因為你會看到 本身這裏 是一些膠狀的 物質 變了它會有一定的扭力 當然在他轉頸的時候 他確實能夠把皮套演員 忠實表達出來 事實 但亦因為這樣 令到他頭的擺幅 相對沒有那麼大 特別是左右 不過 向前 向上下 就不行 我又不敢說不行 亦不會好像 真骨丟的幅度那麼誇張 這也是他最盡的 向上擺幅 因為你看 頸 他已經摺到盡了 亦都抄襲 當然 如果飛行形態 這角度夠不夠 勉強 何不不直接 做一個給大家 做個參考 要換手形 既然是這樣 就認真一點 我最近開始留意 歐祥文尤的事 是平成三子 的確在頸上 折紋 有一點 鬆弛 因為皮套的關係 現在這個玩具 亦都是100% 重現 再重現那些折紋 在頸上的折紋 Walker說的平成三子 有否留意到 為何平成三子 這三個行蛋超人的名字 你會記到 但你說超和系列 你會有些人記 不知道 坦白說 等於高大一樣 留意系列 Irman 你出80多個 雖然都是得科 但你可以背出來 我是可以全都提出 你看習不習慣 這跟電視片拍攝時有關 他們三個變身 會叫自己的名字 第一個是 Tiger 你會叫Tiger 第二個Dyna 會叫Dyna 喊了那麼多集 Dyna 喊了五十多集 差不多 所以你每一集聽 你都會記得 他叫做什麼名字 超和是不會的 可能變身 變了 沒有人說 所以你會比較難記到 所以之後 他經常都會有這些東西 直入了電視片 令到人 記得名字 你記得名字 很重要 你問我 他這個飛行形態 除了一個屁股 除了一個屁股 我完全沒有投訴 我覺得有些雜民 可以配合皮套的感覺 他主打都是還原皮套 OK 關於 佳婭 最重要是 有沒有那個特效 頭頂 那一塊屁股 是有的 不可以 沒有就不是佳婭 可以擺一兩個照片 相信大家 關心可動性 剛才移動了頸 和頭部 最不能動 你都看到 關節是怎樣 至於其他 關節的可動 其實 一貫 Alphamax的水準 基本上 不用擔心 聲音很好聽 激輪式關節 我很喜歡這些聲音 嘩 嘩 當然始終他這些衣服的質地 都是提議大家 擺完姿勢拍照 如果你要擺低他 最好都是C站回來 我不覺得 條腰真的有甚麼問題 左右呢 左右轉呢 基本上我不怕死 基本上 就未必那麼好看 因為那個布的比例 但動的幅度很高 有的 你可以玩的 其實玩就夠有得 其實到這些特攝的片集 做了Figure之後 就是因為那件衣服 有點難還原 電視片集裏的設定 是有點難的 機械人不同 關節的設定 跟特攝的真人 真是難搞些 我本著不怕死的 心態去扭 我又不覺得 除了頸以下的可動性 有甚麼挑剔 我反而有一點 挑剔的話 就是其實在劇中 金色和紅色的邊 中間有一條銀色 現在就選擇不去做 可能是複雜程度 即是這條胸帶 是金黑金 下面是紅的 我在網上的資料看到 金和紅之間 應該還有一條銀 這裏 不是 看錯了 我印象中 好像是雙方 是 看錯了 Alex Ng說 其實是由超人太郎開始 已經有 叫超人的名字 太郎 太郎 你帶Leo有沒有 Leo 我不敢說 所以我只是不想問 這是一個問題 我記得好像沒有 左手換了拳頭 可能年代久遠了 可能要大家提醒 先來 Leo 說 有玩家反應 有長短腳 這個有沒有 長短腳 有沒有 팔� 而且 他有一個玩法 手口眼燈 好像 programmes 可以用三分钟的设定 似乎没有大家说的长短脚问题 我估计是因为激零式关节 隔隔隔的位置有机会不准 所以变成会有长短脚问题 我们那时没有问题 别人那时有问题 也不可以说别人有问题 我幸运 Lunch和Sankar966都说Leo好像有喊 Leo 看是怎样 其实 它是挺好的 这里有个洞 可以套到佳瓦头顶的尖角 先放姿势 既然大家那么开心 如果现在这一款是OK的话 我相信它另外两个形态也会出 你给我SSV吧 我想要SSV 我估计它下一款会出 如果它会出也会出亚古鲁 其一亚古鲁在名单上 大家上次去动漫展 亦会看到这一款7 你出了7 那群兄弟也不用担心 其实这个勾可能要小心 因为它是一个顿角 它未必勾得很实 你应该是静态的 这个也OK 只能够设置好后站好 不会移动 就可以放在这 但我不是那些满足不移动的人 这个呢 如果它这么勾 应该头要放低一点 更好一点 因为它是 放在地上 类似这个角度 它就会勾得很实 这个好玩 我喜欢 是呀 伏水化 但这个当时是第一个 有这样的攻击方式 Proton H 大家有看 都知道这个是非常好玩的招数 暂时来说 在额头上玩光线计划 应该是得佳压 一个超级好的就是 它的效果是连上手掌 插进去 就不会脱 它之前也不是这个厂 之前有另外一些厂出过 是另外分开的 是不可能用的 是呀 因为是重的 所以最后都是要粘在 你整个手换就可以了 这个做法是有聪明有贴心的 是呀 卡曼拉德说 下一个是迪加 阿里斯说 出SV和Dyla Strong 都要换大脑子的数体才行 凯文安智就说 SV和Dyla 现在等着 是呀 我也是等着SV和Dyla 如果他出了六兄弟就好 应该是 他出了SV和Dyla 我真的不用再担心其他人 出了超人之父 超人之母等等 哇 因为如果你要出光 不是见关节的 是布制衣服的那些 就真的没有 市场上都没有 如果要出得齐 虽然姿势不是这样 不过我免得换手 是不会不举的 是因为他连手掌插在前臂上 其一 其一 你每一节 就是关节来说 都是用激轮式 所以他对关节的松紧度 是处理得很好 这个真的值得一站 现在大家 如果你买齐了迪加 Dyla 和现在有佳亚 你就可以摆到当时的电影版 但没有电影版是怪兽 不要紧 有没有出个产品 怪兽 有有有 有有 有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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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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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有 有有有 超怪兽 超小 有有 好 应该合比例 可以放在一起 是的 多谢那句 喜欢的 自己加780 我觉得价钱非常合理 今天多谢 好 好 好 ToyceTVをご覧の皆さん こんにちは 志田ねねです The仮面ライダー展の 海外初展示となる 香港での開催 Special Ambassadorに就任できて とっても嬉しく思います 参加できたこと とても光栄です Incubaseアリーナにて 開催中ですので 是非足を運んでください 待ってまーす おやすみなり 拍手 trek これが 次の瞳 雑魚 海外初展示 海外初展示